- 次數一定要多 - 想辦法把台皮的節奏打亂喔 - 這球 比賽勝負的關鍵之一喔 小安強到進攻籃板球 最後交出來 有大號的一個空打喔 來看一下德谷拉上來之後 台皮的進攻會不會有所改變 這時候小安撞進來 籃下倒成一片 裁判翔哨 面對盧傑敏第一拍過掉之後 後面羅振鋒過來想要夾擊 關門稍微慢了一些 拿到了籃板球之後 馬上把球交給了威廉斯 想要變成傑森威廉斯 結果球掉了 二打一的快攻機會 小安上來 雖然沒進 但正維賠上了犯規 哇 現場 這邊 看到這邊小安要上籃 認為正維的一個動作 是還滿危險的 但這邊正維是想閃 不過以裁判老師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就是 這球不要流動的那麼的快 會回來小安的三分球進 在進去那邊找到了機會啊 一個轉身 試弓 現在反擊非常快 現在李奇偉 朱尾再給到蔣玉安 最後選擇壺頂位置的林泰勒 來滿球退出來 再給斯通一次機會 沒有問題 一敗 威廉斯沒有買到犯規 前面快攻的機會 注意中 要來單挑羅振鋒 上了德門 廢天粉紅豬 吹的是李奇偉的犯規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剛單挑的畫面 兩個人都跳得非常高喔 看到威廉斯拿球可以打 開後門也可以 無所不在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啊 在這邊換小安切進來 在三分線外發動進攻的時候 要做一些防守的一些問題給他啊 哇 詩童也來投三分 再進 現在你一拳我一腳 其實都很難說齁 所以這個就是好看的一個季后賽 注意中 剛剛在進去裡面掌握到分數 是為開槍喔 開槍的一個動作齁 這到底怎麼回事 進入第三屆 小安飛進來 上了白碗 鎮圍右手跟不上喔 最後一分鐘第三屆的比賽 小安現在要掌控比賽 台比的進攻 這邊又殺進來 上籃得分 哇 時間最後7秒 6秒來做發動 小安 煞車 現在面對到威廉斯的防守 要來投三分嗎 沒錯 這個三分球很直進喔 哇 這個三分球很傷啊 哇 哇 小安殺進來 裡裡外外 找到了林泰勒 這個三分球 彈彈的場進了 台比的節奏打亂以後 那回到第三屆 一開始製造台比的失誤以後 然後做一些轉換的進攻 好 走走啦 輕鬆的把貢丸擺進去 現在就可以把節奏放緩在台比這邊 畢竟保有雙位數的領先喔 林泰勒 看拳修 到這邊這樣做喔 哇 小安又來了 小安今天也來到了22分喔 煞車反方向 蔣玉安跟德古拉之間的配合 最後選 沒有擋人邊強勢的切入 要上罰球線了 這位小安 無盡贏的犯規耶 非常的刁鑽喔 硬是鑽出一個縫隙出來 我來處理 對 要放行喔 而且加上罰球也都非常穩定喔 現在已經是拿下24分了 全隊